大家好,我是Michael Hello,Creamy 上次去台灣最終我們都沒有吃到牛肉麵 所以我們就決定回來香港吃這個牛肉麵 因為Creamy不能吃牛 所以她這次被迫要看著我吃這個牛肉麵 不過不要緊,我之前做了研究,她說有一個新出的古早味的烘肉麵 烘肉麵味也對,你知不知道烘肉麵是什麼? 什麼? 烘肉麵,簡稱是一塊... 五花籃 不過不要緊,因為我知道這裡的五花籃是不太便宜的,是適合女士吃 多一點的 哇,這麼快我們已經坐下了點什麼食物了 哇,看看後面的背景,是不是好像到了台灣 對,因為這裡是... 台灣人開的嘛 所以充滿著台灣的風味 對,而且這裡主要都是做網路的 講一下我們這個最出名的牛肉麵 對,就是我手上這個...都很大碗的牛肉麵 先試一下這個湯 對,都是不吃牛肉的,所以就去吃 對,都是我吃的 它都是濃的,但它濃得來是... 屬於偏甜的那種... 你會喝到有點像洋蔥的那種味 但平時我們吃的牛肉麵主要是... 是藥材味的,香濃一點 所以這個適合一點,不是很... 接受到藥材味的那種... 有人去吃就適合了 牛肉也燜得是... 非常之軟的 還有呢,每一塊都是帶有些... 那個叫什麼? 筋位 對,哇,正啊這個 好像不太好 好,一口就... 我看最色的位置 一口就KO它了 好酸哦 是啊 好軟哦 一口就溶了 我不想知道 哈哈 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是什麼? 有筋嘛 筋是不是? 骨膠原 啊,不得了啊 這隻牛肉麵配刀上面 都是一個新的吃法 都可以去試一下 因為刀上面已經浸了湯 基本上每一條麵都已經是... 是牛肉麵 充滿著這個湯底的味 超棒哦 真的每一條麵都近乎是... 有牛肉麵包裹 有那個... 有那個湯底去包裹那種的 是甜的 偏甜那種的 這麼厲害 還有呢 塗下去呢 每條麵都很煙硬 是啊 這裡都出了一隻新的 這個呢 就是古早味烘肉的 一些傳統的 五花藍的 哇,很棒 很棒 你真的吃到嗎 吃到 為什麼呢 平時一般我們吃五花藍 脂肪比例較肥 這個脂肪比例大約是八幾二度 你看到呢 比較少一點 但它每一層都有一些肥膏在中間 所以是適合沒有這些女生吃的 每一層都很軟 它的主旗 就是這個位置 放下去呢 很軟 因為呢 我在張法的時候吃過一個 因為這個飯其實也是張法的 一個名物 算不算 因為其實烘肉飯在張法人來說 基本上是在地人每一餐早上 會吃的一個 當是早餐 他們那塊五花藍的肥膏是超肥的 我上次吃過那塊是超厚的肥膏 是真的很好吃的 但相對來香港這個 我想應該是迎合 香港人的口味 因為上環這裡比較多的OL 對,所以就沒那麼吃 但你覺得它老得怎麼樣 好入味的 另外呢 這個其實呢 除了鹿之外其實有很多配菜 有這個老豆腐 有這個白菜 鹹酸菜 我想說這個白菜 我剛才試了一個是真的很好吃 用一些像雞湯一樣 用來浸過的 炒過的 還有一些蝦米香味 你吃過的時候這個白菜 我覺得是假分之選 就是你可以吃完整個飯 完全都覺得沒有負擔 是不是可以 完全沒有負擔 各位OL聽著 剛好你在上環或西環上班 不妨叫多幾個這個飯 還有它一碗呢 其實有四塊剛才的排出肉 都幾多的 你看 在這裡 有四塊 三塊四塊 這隻很舒服 但這個不健康 哇,有多少 其實都算健康 有肉 有菜 有豆腐 有鹹酸菜 對 都算健康 還有這碗呢 這碗飯呢 是五十五塊 我覺得很大碗 對 五十五塊我覺得很大 而且是這個的 台灣口味 嗯 台灣的甜品有什麼 哇 多選擇 最好吃呢 最好吃 我最喜歡吃芋圓 哈哈哈 我也喜歡吃芋圓 所以我們這次點這個 但我點這個 是九份芋圓 就是傳統的九份芋圓 整碗都是芋圓 哇 三色芋圓都齊了 只是吃芋圓已經吃飽了 吃芋圓 哈哈哈 吃芋圓應該吃飽了 好大碗 這裡有三十多粒 都應該有 有啊 它的芋圓其實吃起來 都是煙韌的感覺 都吃到是真材實料那種 因為你都吃到 每一粒芋圓都對應那個 那個味 可能芋圓是紫番薯 這個應該是 橙色的番薯 這個就是 濃透的味 在這裡 相對地這個糖水 其實呢 就 雖然不會太冷 但是呢 它不算太甜 嗯 我覺得適合 夏天來說 其實是 潤潤的去喝 我覺得是OK的 如果你說不想吃這麼多芋圓 其實還有這碗 這碗呢 有少一點芋圓 這個就是黑糖鮮草奶冬 還有現在的天氣 夏天好 吃下的鮮草 是不是呢 真的要氣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芋圓 都 像九份那種 都大粒的 對 大粒 是 它是咬下去 因為有一些芋圓 吃下去是 以為很大 但它是死實實的 因為這隻就壞 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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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呢 我剛才發現了一件事 原來它是堅尼地城 也有一間店 那裡是有床的 就是有十幾個位置 如果想體驗這個地窗 台灣風秘的話 就可以來上環這間 哈哈 因為這間是沒有冷氣的 哈哈 其實好像這個去台灣 其實我覺得自己好像 真的去台灣現實的店 我覺得很像 好了 我們不說太多了 我們 吃完一壺 哈哈 好 換完了 乾杯 如果大家喜歡吃台灣的 不妨可以來這間五豆買去試一下 那好吧 這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下面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Follow我們的Facebook 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這個黑絲 送的 好好好